卡莫的前鋒還是很好看,跟鐵桑的不一樣 可能沒有那麼秀,但是他比較穩 沒有機械石,搬了一個機械吧應該是 祭司先知前鋒用兵全放出來了 搬了一個機械 直接拍照 怎麼說呢,反正我覺得這樣地圖雖然說我不會打約瑟夫 但是我覺得這樣地圖看多了以後發現 約瑟夫在這樣地圖的一個勝率還是挺高的 就光從我們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來著 那種 觀看的一個數據來看,我感覺是一個約瑟夫的小優地圖 打一刀傭兵 這裡是出了個bug吧,他人是牽著的呀 應該是一個觀戰的bug 看到了嗎,一刀三個人 還開了二階 天狐開局 這裡還有轉牌,有閃現 傭兵倒是還想把自己給摸好了 就看卡夢的前鋒了 這裡有閃現有鳥 哦 反過去,閃現一刀 哎呀 是掛鍵特效是吧 不好意思我落伍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這個掛鍵牛仔他怎麼勾呢 對吧,這個掛鍵牛仔該怎麼勾呢 牛仔不就傻了嗎 金了 就下來 拉球 但是這邊 沒有閃現了 沒有閃現的話 這個鏡像 拍完照 看他是去打節奏 他想去打節奏 他不想來就是追求一個二掛的前鋒 因為我就算把你的鏡像給打了對吧 我這裡 偷襲 一刀落地 轉牌回去 對他這邊轉牌再上去 好 凍打掉 跟下來 先知有鳥還能溜 不過溜的一個時間的話 感覺帶到祭司那邊 這祭司也蠻難受的 這邊是利用一個鏡像切牌 到裡面 再轉牌 壓點 壓點 耶倫節奏其實換掛的話對於瑟瑟來講 我覺得對於哪個監管者來講都是虧的 這還有這麼一個玩法的祭司可能會不會打動直接救啊 好像沒這想法 傭兵這裡把前鋒摸滿還行 還能打先知是至少還有個鳥 只要救下來先知鳥一套對吧還是有的打這裡就看時間能不能脫夠了 祭司吸引前鋒過來救 外面的話電機是要修兩台啊 這兩台這邊祭司來救了 那前鋒這輪的時間浪費掉了 前鋒要保一手 這波其實祭司救人的話還蠻傷的 為什麼呢因為祭司的遺產機是在墓地的 他這裡走啊什麼的花的時間很多 打約瑟夫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三台機 前面三台機電機開得快 你才有機會去保平才有機會去爭勝 你要是前面的電機修得慢 這樣跟約瑟夫耗下去 哪怕你後面 這裡騙了一個鳥鑽 哪怕你後面有一個破壹加速 約瑟夫把你們血線全部耗殘了以後 後面其實沒有資本跟約瑟夫打後期的 騙出來 這裡翻一個板子強行加速 到前面的兩板區 這塊板子必須下 但有可能被抽到 好了 鏡頭給到前鋒 兩個人趕緊和修一台 前鋒還能救一波人 這限制上掛飛 對於約瑟夫來講 這一局已經是輸不了的局了 已經輸不了的局了 因為在那個 因為閃線還捏在手上面 然後在掛飛之前 基本上這個 電機是好不了的 所以說掛飛一個人是肯定有的 掛飛一個人是肯定有的 這要掛到地下室去 掛地下室我覺得反而不好呀 掛地下室 反而是浪費自己的節奏 這波地下室的話我覺得有帶上去 因為沒必要啊 前鋒救歸救什麼的 你守地下室 約瑟夫守地下室也就這樣了 你能比平常好多少嗎 也好不了太多 對吧 該救還是能救的 打一刀 好 這邊前鋒要拉球 拉球要躲這個閃線 一刀 哎呦 那他打到了 靠自己的一個閃線落地刀是打到了 打到的話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我知道你們又要毒奶刷起來了 但是呢這個東西說實話 這波地下室掛的其實還是蠻虧的 就是如果打不到就虧了嘛 對吧 因為你花的時間 包括你這個位置干擾不到外面的電機 本來你如果掛在外面 對吧你可以走過去人肉干擾電機 轉牌回來防守 這個看得懂的同學肯定是看得懂的 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吧你們那些 對吧就是要起哄的 什麼毒奶毒奶的我就不說你們了 你們要分清事實 不能對不對盲目的去搞這種封建迷信 玄學對不對 哪有那麼多玄學哪有那麼多毒奶 豬大腸 不要相信玄學 好吧這把呢確實三殺起步了 但你說球隊有沒有機會保平呢 我覺得還是有的 話音剛落 這人就沒了 就是為什麼有機會保平呢 就傭兵手上還有兩個護臂 對吧剛才那個 傭兵遺產值只差了20% 如果祭司偷偷的過來這麼一點 點開了 傭兵後面彈地窖什麼的也是有可能的嘛 我說有沒有可能有這個可能 這不是說一定能 我只是跟你們分析這個可能性 這邊還欠一手牌 還想把人騙下去沒成功 來各位觀眾你們覺得地窖能不能跑這個祭司 兩棟祭司馬上有三棟 打一個洞走 哎傭兵是個鐵屁股啊 傭兵要不是個鐵屁股呢 感覺還有點機會 因為地窖就在這邊 來彈幕刷起來 好吧 能跑地窖的扣1不能跑地窖的扣2 肯定是殺 那不一定 這祭司也是有操作的空間的 這個地方 差眼 卡位 這邊打個洞 一洞過去 還有一個洞捏在手 哎呀 完了 你看你看你看 這就不好說了吧 位置被架住了 這裡應該是一個 打那個對打那個板子洞 打板子洞穿出去吧 感覺用這個長洞穿 哎這邊是要打板子洞了 還想打一個超長的板子洞 這邊蹲著一個洞直接打過去好轉牌回來 往前衝勝利就在前方 但是這個身位好像不太夠 有 一刀 地窖 有 nice 對吧 跟你們說了有機會的 地窖為什麼沒機會呀 這個地窖是有機會的好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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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